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子社防表示 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流落街头的一天 只能牺牲网咖为家 三餐只能靠着几个铜板 买自动贩卖机的素食 使用公共卫浴 过一天 算一天 但网咖藏有病毒散播风险 随着日本政府劝导关闭 这位男子也化光积蓄 只能露宿在公车站 讽刺的是东京街有的大本营 就紧邻政府办公大楼 尽管社服单位 员工假扮奔波 确认看不到曙光 不晓得下一餐在哪 甚至晚上该睡在哪里 专家预测日本今年失业人口 将新增一百万人 经济陷入衰退 排队领导的人龙每天越来越长 让人不省稀需 带领新闻 金学会报道